超級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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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高之后在那边震荡 那这盘就是原则上在这边洗盘 原则上这边是逼波的反弹 所以我测表还是给你写是反弹的格局 那反弹的格局的话就是你的操作上面的应对 你该调整还是要做调整 那该保留股票强势股 你还是要特别做留意一下 因为你说老师那这个盘会不会崩掉什么的 什么时候崩我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7月份到今天为止 我都没叫股票 有也是低档买了加币期 这我原本就有了 那天买162打到跌停板 就后来来到140 就今天回到175 我还是没有赔钱 那天打低有看到富强薪 打到19块我们也就加码 19块富强我们就加码 这两天也创新高啦 所以说跌了4800点 我是没有赔钱 新技能会也没有赔钱 其他我就不敢讲 因为我们手上原本就有些持股 那没有处理掉的他有些是赚钱 可能变赔钱 当然有些人在质疑我们说什么 你怎么不怎么样啊 你怎么最高点1080 要去凤空台积电啊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你不要去拆高点啊 做股票你做久一点了 你就知道是卖在相对的高点 卖在有尊严的点就不错了 你像今天红海有去183 我觉得这附近你要小心一点 该卖你还是要做调整 那也许你是听不下去啊 你说老师 红海这股票那么好对不对 好不好我是不知道啦 我是把月线打开来看 这一波涨了130% 从90几块涨到230 这涨了100多% 那这是月线哦 这是月线哦 你要小心的是你买了200多块 会不会这是这15年来最高点啊 你看哦当初你买了300块的红海 最后倒霉倒霉多久你知道吗 倒霉了14年 今年才翻身哦 而且还没解套 当然你说每年有配股配息什么的 这我们就先不要算进去 就以股价来讲的话 你是没有解套的 但是你要去小心的是 这一波上去你可能有跟到 那恭喜你 万一你没有跟到 你把它切回日线 这样子下来 这样子下来 你买了高点 你是什么样感觉我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正进打压来 就说我跟你说啦 那个非凡啊什么 哪个名师跟我讲说很好 我说你买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你的思维要不要做调整 你如果不愿意调整的话 我讲什么都没用 很明显这个盘跟就像这堂股票一样 鸿海也是回补缺口嘛 大盘也是去回补缺口 回补那个上海礼拜一的那个跳空缺口 但是观众朋友你要去了解 上个礼拜一那个跳空缺口 跌了1800多点 那个不是常态 懂我意思哦 那是很快速的 外资运用程式交易在操作 所以他很快就把棋子打到跌停板 他为了就是撈那一票 撈那一狗票的棋子 做空的钱 但是他这几天把他拉回去 再回复那个之前的那个跳空的点 所以你要去了解 这就是反弹嘛 反弹你怎么做 你自己要调整 调整一下啦 也许说老师啊你最近都很保守 讲的比较保守一点 听得懂的人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哦 你还觉得我在害你呢 随便你啊你高兴就好 机器人股票今天还是大涨啊 那今天又继续涨了多头的人气指标 今天都是大涨机器人的股票 我就跟你讲 这个月可以做的就只有机器人而已啦 其他不要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样 你看重电股昨天还不错 今天一开盘你好几支打到跌停 那这盘再度量缩啦 那量缩有一个好处 量缩就是继续反弹嘛 那怕了就是他突然爆量 爆量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 爆量的话你就要小心一点 昨天我也是这样跟你讲 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啊 就是量缩当然是有继续反弹的机会 如果量爆太大了那你就要小心了 那接下来变数还是在中东啦 因为其实那个我也看不太懂 到底他什么时候要打 就是什么 美国FBI就说什么8月5号要打 然后隔天他们拜登又说什么8月6号要打 然后后来川普又说8月6号晚上会打 就是搞了半天到今天8月13号的都还没打 所以他们猜也都不准嘛 所以我也不要去猜 因为猜了不会中 不会中啊 你懂什么 要去问伊朗的总统才准啊 所以这个我就不知道 那多头的部分的话应该就是在机器人股 机器人股的话你要先去看半年报 到底怎么样 今天所罗门的半年报出来了 上半年赚0.35 不是3块5 0.35 你不要搞错了 广民 广民算不错啦 赚1块2毛6 可是今天广民也没大涨 涨停的是谁 涨停又是罗森 涨0.05的 这130块涨停板0.05 银行也涨停板了 负0.23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有时候你看股票在做 赔0.23的涨停板 0.05的涨停板 那我们的负强新还有0.29的 可惜没有创新高 你看那个负强新的 我就跟你讲你空一档20块的股票 怎么会赚到钱呢 空了你没有补 下来没有补 马上被嘎上去又创新高 他在这边就给你装死 然后你看哦 他现在2000多支股票里面 卷支比最高的是62.66% 就他而已 几块 20 20块 你空一档股票20块 冒了那么大的风险 结果他股票才20块 他有赚钱耶 他是赚0.29 你跟旁边的值得比 值得是0.63 值得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值得今天100多块 108块 108块半 盘中还112 他才赚0.6 所以我告诉你到时候股价在做调整的过程中 你要很清楚人家为什么嘎你 为什么嘎你 嘎了你叽叽叫 为什么 因为他要除息啦 过几天他要除息耶 你就不要跑不掉 到时候说 怎么空单莫名其妙五千多张 你都补不到 为什么一开板就涨0板 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都你自己的选 不用说 你懂什么 这不用讲很多嘛 你说老师最近行情很差跌了4800点 有啊他有跌啊 你做空有没有补 做空没有补耶 弹起来还加空 那么厉害 你们都巴菲特喔 都这么强 都知道说他好像要死掉耶 我就讲嘛 你就豪大卖照嘛 我这个人就很简单嘛 你就不要跑喔 我是说做空的你不要跑 不要跑喔 不要跑喔 到时候嘎上去 然后说什么什么什么 老师怎么不公平 还没有什么不公不公平的 你做赢就是你老大啦 做书的人家就是说啦 来 跌1854点是史上最大跌点 这盘中最大跌点 你要永远记住 这个8月5号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偶然 就像永远你永远我都会记住 319枪击案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诈骗案 根本就不是什么惨案嘛 惨案是金融市场很惨啊 从头到尾我都觉得那个是骗人的 那全部都从头到尾都是骗的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骗的喔 上礼拜一的事情 那不是骗的喔 你要特别注意 融资只要继续减 大盘也有继续涨的机会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当然我要做生意的话 我可以说啊 你赶快来参加会员啊 明天有一支股票啊 跟亚光一样会涨停板 基本上我没有这么不要脸 我不用为了要做行李 做你的行李 我没有必要为了要做你的生意 收你的会费 然后讲一些喔 欺瞒你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那你这波的操作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你拨个电话过来 如果说盘中有些股票啊 你说什么 老实在我没有钱参加会员怎么样 没有关系喔 你可以刷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操盘工作室 我们盘中都有一些讯息做分享 股票做分析 给你做一个参考借禁 祝你大众好 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